甚至有臺灣的信徒就問說 師父這跟臺灣的拜天公也沒有一樣 在臺灣呢 拜天公是在這個習俗是道教的習俗 它是在農曆的正月 也就是農曆年的初八吧 初八也十二 這個是玉皇大帝的生日 玉皇大帝 相信對中國文化了解大概都知道 那摘天跟這個不一樣 為什麼呢 道教他們的依旨是以老子 或者以玉皇大帝為他最終極的信仰 但是以佛教最終極的信仰是三寶 並不是諸天 那麼既然如此為什麼要摘天呢 在佛教裡面叫做共佛摘天 摘天不是擺在第一位 而是擺在第二位 第一個先供養三寶 那為什麼要摘天 為什麼要供養這個諸天神 在每天上供的時候 我們都會唸上供十方佛 第二句呢 第二句知道嗎 上供十方佛中奉什麼 諸聖賢 第三句呢 下集六道品 等時無差別 上供十方佛 供養諸佛菩薩 中奉諸聖賢 這個範圍就很廣了 除了菩薩以外 聲聞羅漢也是 諸天是不是啊 諸天也是聖賢 他能夠作為一個天神啊 不是說我今天做了善事 隔天就死了以後就當天神了 沒這麼容易啊 能夠作為天神呢 他本身要很好的得恨 很好的修為 才能夠成為一個天 那神呢 神跟天不大一樣 或許現在很多人把 認為說我信仰神 就是認為跟天畫上等號 在佛教裡面 天跟神是兩種的形式 在天上的叫天 在地上的叫神 佛教有這樣分得比較細 為什麼呢 福德不同 那為什麼福德不同呢 福因德才有 所以重點在於德的不同 能夠作為天啊 他對於身口意的修為呢 是非常高層次 但是還不出離三界 所以就一個觀念上的問題 那在於神呢 他只是一般啊 比人還好一點 比人還好一點 所以這些天神呢 他們除了本身好好修為 他們呢也會利益 我們所謂的世間的眾生 三界的眾生 我們看中間的這一段呢 就是所謂的諸佛菩薩 右邊呢是三界諸天 左邊呢是這個 護法諸天 護法諸天 右邊呢下面這邊呢是地居諸天 左邊下面這邊呢是護士諸天 就是會照顧世間的這些眾生 這些天神 所以包羅的所有的 除了人道眾生 天道 所有以上的全部都包括在內 他們除了自己的本身修為 他們會利益我們 包括說在佛陀 臨涅盤前 佛陀在經典上呢 都父祖諸天神了 在佛陀滅度之後 護持我們末法時代的眾生 只要有學佛或者修善 乃至修善 這些諸天神呢都會護持我們 讓我們呢在善法上呢不退轉 讓我們在很多的障礙上呢 能夠漸漸突破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五 那藉此所以呢我們感謝 諸天神的這種護持 也呢學習他們的這種得恨 所以在天除了供養的話 更重要的呢 是要學習他們的得恨 我們不是要學佛嗎 怎麼會說要供養 會學習諸天的這種得恨呢 如果我們連天的這種得恨都學不到 更何論學佛 所以諸天要怎麼樣能夠學習到他 第一個 欲界啊 我們要先把十善修好 色界無色界呢 那就看我們的禪定功夫了 等到這個都學得OK啊 再往上一層 在佛法的智慧上 界定慧上面呢 尋修超越他們 這樣子才是真的 所謂的下世道 中世道 上世道 這樣子超越他們 能夠啊 達到成佛的這個解脫目標 所以摘天呢 一方面就是啊 我們恭敬他們 是聖賢 你看華顏經 華顏經 你看那個裡面的 種種的天神啊 都是大菩薩視線 所以呢 我們要學習 所以要供養 這個所謂跟他們一個結緣 所以這就是摘天的意義 跟啊所謂的世俗的拜天功呢 是兩碼的事情 好 希望大家能夠了解 好 那至於下午的宴口啊 也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下集六道品 他們都是有福報的天神 我們不供養他 太陽過得很好 但是六道的眾生呢 也就是三二道眾生啊 那就不一樣了 他們福報啊比我們還差 所以需要藉由我們的師師 以及呢 法師的這種三昧加持力啊 把這飲食呢 變為法師 讓他們呢 能夠接受到這些布師 這些種種的上供食方佛 中奉諸聖賢 下集六道品 最重要的要一個什麼心呢 等師無差別 以平等心啊去供養 去布師 了解說佛菩薩 以及六道眾生的本質啊 佛性是平等 但是因為業果的造作不同 所以有種種的現象的差異 那麼我們藉由我們現在在人道 能夠盡了一分力啊 去做一分的事情 這樣子呢 以萬恨的櫻花 莊嚴大家自己啊 一勝的果得 這就是我們來參加良皇法會 以及呢 做這個摘天宴口的 一個意義存在 好 現在呢 我們要來恭請主委法師 大家請對面站 三個點 我個人在擔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